各位朋友早安 今天我們準備來一趟這個短行程的旅程 我們準備前往這個南投的阿冷坑領道 還有長新領道 然後如果還有時間的話呢 我們可能還會再多去個太清宮領道 我覺得偶爾來這種就是一天一日的行程 好像也不錯 不要永遠都是打打煞煞 像我們最近才剛去玩這個伊蘭而已 喔真的回來真的很累 所以這次我們就想說 好要不然我們就來個南投一日 然後其實我們也沒有特別的早起或者是怎樣 現在的時間也才差不多八點半 接近九點而已 那我們就準備出訪 展開今天的行程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行程我戴上了新的越野帽 SCOBEAN VX16 EVO AIR 搭配KTM原廠贊助的特技車手 ROCK的黑橘彩繪樣式 阿死丟是帥啦 SCOBEAN VX16 EVO AIR 蝎子越野帽 重量只有少少的1250公克 以這次一整天的領到行程 帶起來的帽體配重非常舒適 直到結束行程回到家了 我都還沒有什麼痠痛感 外殼使用了聚碳酸紙 以及雙密度EPS 輕量堅固的同時 還可以承受最大的衝擊 大面積的開口帶來超廣視角 同時再也不用怕風鏡太大 會塞不進帽子裡 最特別的是SCOBEAN VX16 EVO AIR 還有AirFit 充氣式甲電系統 在上快速道路 吸冰之前 先按壓下巴內側的紅色按鈕 臉頰兩邊的內襯 就會充氣來更貼合你的臉 靜靈到開始戰鬥流汗之後 按壓鞋氣孔 搭配大型的進風口還有出風口 讓我即使沒幹騎 在速度騎不快的情況下 也可以保持頭部通風 除了內襯之外 下巴的通風口也可以拆下來清潔 整頂帽子 從外觀到功能 我真的非常喜歡 魯特會把這頂越野帽的詳細資訊 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如果你最近也剛好在找一頂越野帽 那一定要來看看這頂 我覺得CP值超高的 SCOBEAN VX16 EVO AIR 哇 昨天稍微去衝了一下車子 然後呢 這個非常厲害啊 鑰匙忘記吧 就只塞在這上面 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車子還在 台灣的治安真的很好 我只能這樣說 OK 準備把車子牽下去 呦呦 我是魯特 想想也已經好久沒有來一個一日的小品行程了 所以今天準備來一趟 有一點算是說走就走的旅程啦 沒有特別早起 也不刻意安排行程 連裝備都是早上起來之後才開始準備的 一路弄到了超過9點才準備出門 今天打算前往南投國姓的兩條領道 在山上放鬆耍廢也吹一下 出發之後在台中把油補滿 接著從市區騎上中頭公路 一路沿著台六山往南投前進 騎在鐘頭上看著遠方的天空 雖然感覺似乎不太妙 陰陰的 但還是想說算了 既然都出門了 那就給他騎而夠再回家 而這次出發的心情 真的讓我印象特別的深刻 一定要好好來說一下 因為真的已經很久沒有這種 不需要過夜的一日遊行程了啦 所以其實在從家裡出發的時候 從肩膀上背包的重量 到摩托車旁沒有裝側廂 就好像一直在提醒我 東西絕對是少帶了 心裡有一種特別不踏實的感覺啦 不過後來回過神的時候才突然想到 啊!今天一日遊啦 心裡頓時特別的愜意啊 所以這次也算是難得的 悠閒騎車時光了 下了中頭公路 騎了大約40分鐘之後 我們從台四線上左轉 進入了台二一 來到了水長流全家 打算在這邊稍微補給一下 再接著出發 各位朋友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水長流全家 哇!我已經好久沒有來到這邊了 第一條林道呢 我們是想要去這個阿冷坑 所以我們不會經過天冷啦 因為在進這個阿冷坑之前呢 還會有一個 我覺得也算是蠻特別的一個景點 糯米橋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可能也會在糯米橋那邊呢 稍微停下來稍微拍一下 拍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進去阿冷坑 那阿冷坑呢 上次去過一次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印象已經稀薄了 不太確定到底有多長的距離 那這次騎八九零 說真的騷抖 但是也不確定到底 希望不要倒車 希望可以安全下樁 所以我們等一下進去呢 到糯米橋稍微停一下 拍一下 拍完糯米橋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阿冷坑 我們會直接騎到最終點 剛才還買了冰塊 今天很熱 買了冰塊呢 等一下給他泡一下這個 COPIO 真的就是COPIO冰口送了 準備出發了好不好各位 GO GO 現在準備要 著裝 然後開始往山上移動 應該是 不 哈哈哈 應該是不會下吧 走吧 在水長流全家補給完後 我們接著繼續出發 沿著台21線騎乘 準備前往今天我們順遊的 第一個景點 國姓鄉 北港西石橋 從外觀上來看 你可能會覺得 啊不就是座橋 是有什麼特別的 不過這橋 正好就如同它的別稱 糯米橋一樣特別 目前全台灣唯一一座 被列為三級古蹟的橋樑 就是這座建於1940年日治時期的 糯米橋 因為造橋的時候 正值太平洋戰爭 物資缺乏 水泥 在當時 雖然是超級奢侈品 所以這座橋使用了糯米 紅糖 石灰 來作為石塊 與石塊之間的黏著劑 所以才有糯米橋這個特別的稱號啦 橋上的長度超過50公尺 寬度5公尺 高度有20公尺 距今已經超過80年的歷史了 經歷了多次的風災 水災 依舊屹立在北港溪中 用食物來造橋 還挺過了整整80年 真的是完整的體現了 古代工匠精湛的技術 以及智慧 糯米橋就剛好位在 我們準備前往的林道途中 所以在這裡我們沒有停留太久 簡單飛個空拍機記錄一下之後 我們繼續啟程 準備開始進入產業道路 前往今天順遊的第二個景點 芙蓉谷瀑布 芙蓉谷瀑布剛好位於 我們今天準備前往的 第一條林道 阿冷坑林道附近 而阿冷坑林道的入口處 說真的蠻不明顯的啦 過了糯米橋 往前騎大約3分鐘 看到派出所之後左轉 路標 會在左轉之後才看的到 在這裡 他的入口處非常的不明顯 他也沒有寫說 他這邊是阿冷坑 不過看到派出所左轉就對了 進來之後就有一個路標 寫著阿冷坑 左轉之後會需要再騎個 大概2分鐘的產業道路 陸服偏窄 沿途也有一些住家 所以經過這邊的時候 速度還是放慢一點比較好 沿著這條產業道路騎不到3分鐘 我們會來到一個農場 農場旁有個福隆谷瀑布的標誌 在看到了這個標誌後左轉 剩下的就簡單多了 一直沿著福隆谷瀑布騎就對了 接下來的每個路口 幾乎都有路標 而如果要導航的話 一直到福隆谷瀑布 都還有手機訊號 所以手機導航 你也可以直接設定到福隆谷瀑布啦 左轉之後 接下來移入到瀑布的路況 也會開始慢慢的變得複雜 從單線道的柏油路面 逐漸變成破碎的水泥鋪裝路面 沿途雖然道路兩邊都布滿了雜草 但主線上絲毫不受影響 很有探險的感覺啦 沿著右手邊的阿倫坑西 一路往上游前進 如果你是不想要騎土的騎士 我覺得其實也很適合 前往這個我們順遊的地點 因為最差最差的路面 大概也只有到瀑布前的 最後一小段水泥鋪裝路面而已 進來福隆谷步道的最後一段路 就是我們現在準備經過的這一段路 那上面路上有大大小小的路 經過的時候呢 可能還是速速經過比較好 因為右邊看起來還是有點恐怖 然後還會有一塊倒木 不過整體而言 路況不算太差 也不會太難啦 大部分都是這種 破碎的柏油路面而已 這段長大約20公尺不到的小崩壁 路面上有倒木10塊 騎過去的時候需要比較注意 在過了這段看起來最恐怖的路段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 福隆谷瀑布 到了 福隆谷瀑布 我們把車停在這個門口 然後準備走進去 它這邊有一個牌子 歡迎光臨福隆瀑布 可是剛才外面那個牌子上呢 它是寫福隆谷瀑布 所以我猜啦 你要叫它福隆瀑布也好 叫它福隆谷瀑布也好 我覺得應該都是會通的 那我們現在就稍微走進去 拍給大家看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有來走過一次了 它這個步道呢 即使你穿著車靴來走呢 其實也不會說到太Hardcore啦 只是它的高低落差 因為它是從我們這個馬路上 直接延伸到最西底 走的距離呢 我覺得不算太長 大概走個3分鐘5分鐘就可以到了 那我今天穿的車靴呢 是A星的TAC10 還是有點難走 下去的時候你會覺得非常的輕鬆 問題是出在上來的時候 那當你走下來這個階梯這邊的時候啊 其實你往前看 哇 這個白白的這個就是瀑布 非常的高 上次來我看啊 我覺得它的高低落差呢 可能有30-40公尺應該有 非常的壯觀 哇 而且今天的光線剛剛好 在我身後的這個呢 這上白色水蓮與翠綠樹林交疊成的優美景致 在這熱到暴的天氣走到瀑布前 你還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新與舒暢 真的很適合夏天去啊 真的很舒服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不騎林道的人 那你從這條路就像我們剛剛從21轉進來的這條路呢 騎過來的話 你不需要去阿冷坑林道沒關係 你也可以騎著一點點的產業道路 然後走下來這個芙蓉谷瀑布這邊 喔真的非常的帥氣 非常的壯觀 我個人是還蠻推薦的啦 現在拍攝完了 那現場看呢 真的蠻壯觀的 非常推薦大家 有機會可以來這邊附近走一走 然後現在我準備要走回去我們停車的地方了 現在才是痛苦的開始 其實 整個步道不需要走太久啦 大概三分鐘而已吧 那 以小弟呢 經過七彩湖的這個淬煉 現在走起這個高低落差比較大的步道的時候 還可以邊爬邊跟大家這樣聊天 所以我覺得還行啊好不好 不至於說 倒真的太累 相信我都可以走進去再走出來了 你一定也可以 剛剛走完這整個步道了 來這邊大家切記水一定要多帶 因為這邊雖然說我們目前就位於這個 像是叢林裡面 但是呢它的遮陽處其實不多 如果你有來的話呢 水一定要多帶 那我們現在呢就準備要出發 往我們這個阿冷坑林道 那剛剛其實呢 在我們進來福隆谷瀑布的這個路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右手邊有一座橋 那阿冷坑林道的入口處呢 就在那一座橋那邊 所以我現在呢準備往回騎 原路折返 We go 離開福隆谷瀑布我們沿著原路折返 回到了剛剛經過其中一座橋 好 從福隆谷瀑布下來之後呢 我們經過兩座橋 一座是廢棄的 你也過不去 另外一座呢就是這一座 你過得去 雖然它看起來是有點破舊 那我們過去之後呢 我決定現在這邊先稍微 放個開啊 不然實在是太彈了 放一點點就好 蛤 有 放一點點就好 因為我們今天呢算是這個 輕鬆路線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是在旅遊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那麼戰鬥 前天去宜蘭的時候 兩個箱子掛滿 所以打了 三十幾吧 騎到福隆谷瀑布過蓋那個碎石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小痛苦 好多了 放完之後好多了 在這邊稍微放了一點胎壓之後 正式展開今天的零道行程了 而在進零道前 首先也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這條阿冷坑零道 總長超過12公里 不過前面大約8到10公里 全部都是輕鬆簡單 有水泥鋪裝的產業道路 所以如果你對零道沒有興趣 但是又很想要騎車 尋找那探險的刺激感 那這條零道 有機會你一定要去走一走 出發之後 一開始迎接我們的 就是有著大量法夾灣的水泥鋪裝路面 而這樣的水泥鋪裝路面 大概會持續超過8公里 算蠻長一段的啦 以零道的路況來說 前半段路幅還算是寬敞 不過幾乎都是爬坡陡上 路段中還有幾段 會有山泉水在路面上 路幅中間 同時也會有很多落葉 所以騎乘到這邊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雖然說前8公里的路面 都還不是offroad 但是因為有些路段比較破碎 所以騎著890ADV到這邊 還是會覺得很刺激啦 加上從放胎壓的入口處開始出發 我們馬上就會進入到森林裡面 而這森林 沒有太多人為開發的痕跡 騎起來也算很舒服啦 經過一開始森林爬坡的路段之後 我們騎了大概10分鐘 接下來你會發現坡度 慢慢的變得沒有那麼陡了 髮夾彎也逐漸減少 陸服中間的落葉 也變成了綠色的青苔 如果把阿倫坑陵道 這長約8到10公里的水泥鋪裝路面 分為前半段還有後半段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後半段的零像 會比前段更美 同時也更有要去探險的感覺 雖然騎了超過10分鐘 都還是水泥路面 不見土路的蹤影 但身處這綠色海洋中 一樣讓人陶醉 從進入水泥鋪裝路面開始 我們騎乘了大概15分鐘 終於來到了終點 過了這邊之後 就是長約3公里的土路 因為之前有騎阿福來探過一次路 所以當下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難度啦 只有其中幾段的石頭 稍微大顆了點 所以這一次直接想都沒想 就騎89迎來 但是我卻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最近 山上 他好像每天都在下午後雷陣雨 進土路後我發現了第一件事情 就是這非鋪裝路面的顏色 跟上一次來 有很大的差別 變得又深又黃的 看來今天 是來玩滑滑樂的 希望可以順利進去 再順利出來啦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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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 快點 快點 啊 我可以回到騎完車喔 加油 滑滑滑滑滑 騎完前面的水泥路面後 接下來這2到3公里的土路 一開始算是個長緩上坡 路中央則是有著大概跟 拳頭一樣大的滾動石頭堆 上次騎著阿福萊歐這邊的時候 印象很深刻 因為車身比較輕 一路油門隨便給他亂補 過沒一下子就到終點了 而這一次以我的技術 騎著大型多公輪車來 還是可以感覺到非常有樂趣啦 油門給的稍微多一點 屁股 就立馬開始甩了 過了一開始的長緩上坡後 路面和周圍的環境會變得更原始 整段林道中我最愛的一段 也就從這邊開始 可能是因為目前阿冷坑林道 真的很少有人上來 所以連車廁中間也長出了雜草 越騎到後面 這草 甚至都快把整條主線都淹沒了 壓到的時候 也同樣的鼓溜 2到3公里的飛撲撞路面 真的不算長 在快到主線終點前 則是會有個陡坡 不過這裡也是這次林道裡面 最滑的一段 最後再騎了大約40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 這整條林道主線的終點 阿冷坑主線 阿冷坑主線的終點 他到這邊的時候 他會變成一個 他的路幅會突然變超窄 那上次我騎阿浦的時候 有騎進去過 那這邊有登山布條 所以我不確定 這邊到底是車有開出來的路 還是有登山的路 可能需要回去再查一下才會知道 裡面感覺如果是有熟人來帶的話 應該是還有很多路線可以走的 再往裡面我們就不去了 這邊就是我們大車的終點了 我相信大車應該還是有人騎得進去 但是那是有人 不是小弟我 所以呢 我們這次就到這邊 然後其實剛才那段 從山下上來的路 整個水泥鋪撞的路面 我覺得算蠻長的 就跟我們之前去宜蘭 那個麗巴殘壓道路有點像 真正的off road 大概可能就2-3公里 3-4公里 如果是地桿的狀態 其實騎過來非常的久 但是如果在下雨過後 爛泥什麼的 騎過來就會比較滑一點 其實這個890真的是剛剛好 就是你會感覺到有一點點 騎車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說真的到太簡單的那種FU 可以看到呢 這個輪胎上面 已經快變光頭胎了 等一下我們就準備往下面走 然後下面那邊有一個很像是 類似一個場地吧 就是它有一個什麼小土坡啊 可以稍微玩一下啊 然後還有輪胎啊 也可以稍微玩一下 等一下呢我們就會回去那邊 然後稍微在那邊煮個咖啡 泡個泡麵 吃個午餐 終於可以吃午餐了 肚子非常餓 準備回頭 go go 不得不說這個側駐回轉呢 還是非常實用的 建議大家可以稍微學習一下 在這種小路裡面 200公斤的車 沒辦法讓我們在那邊移來移去的 所以這個移一下呢 也是舒服 裝逼一下也不錯啦好不好 在終點這邊稍微喝個水之後 我們也開始沿著原路折返 剛剛來的上坡 在回程的時候也變成了下坡 加上路面真的蠻滑的 所以騎到這一段的時候 心裡還是有點抖啦 哇 實在是太滑了 最後我們回到剛剛主線上經過的一片空地 打算就直接在這邊 把椅子給他搭起來 小小的野吹 耍廢一下 這個塑膠軟拐 這個塑膠軟拐 忍住在這邊 第五次 第六次 Level 7 Level 11 在這邊耍廢耍了大概兩個小時 我們在吃完泡麵之後 也準備開始起乘下山 前往下一條領道 藏心領道 離開阿倫坑領道回到台二一上的時候 天空開始下起了細雨 不過看到遠方的天色還是蠻亮的 所以就想說 應該只是這一小段路有雨啦 所以最後還是決定往藏心領道出發 如果雨真的下得太大 再決定要不要留點遺憾 而這條藏心領道 總長大約是14公里 如同我們剛剛去的阿倫坑領道 前面有超過8公里 是水泥鋪狀的路面 一樣很適合想放輕鬆 不想要騎土路的朋友們前往 不過就在我們騎進領道後的20分鐘 這雨 還是下了下來 這時候 我們則是有兩個選擇 一 是往前走 二 是原路回頭 其實原本我們應該是要在這條路 就是轉進去的 但是我們騎到一半的時候發現這個 開始在低雨了 哈哈哈哈 終究 我們一日有 還是逃不過下雨的命運 打開雲圖看了一下 目前我們人在這邊 然後等一下 這一坨是往左邊飄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應該差不多就只能到這邊了 加上現在的時間也4點44分了 再上去再下來可能又一個半小時去了 旨意的要上去的話 下來的時候應該就是 夜期加上雨站 那我個人是覺得 有點危險啦 下一次我們會再額外挑個時間 然後再過來 這一次我們就叫 留點遺憾 下一次再過來 所以現在我們準備下山 有點可惜 但沒關係 它一直都在 下次我們再來就好 Go Go 最後 怕這一整坨紅色的雨區 直接往我們臉上撞 所以只好在這邊忍痛放棄 藏心靈道 下次有機會 再和泰晶宮一起去 因為上面的展望 真的超壯觀的啦 而其實一開始在下山的時候 我還很猶豫的說 萬一如果沒有下怎麼辦 不就很可惜 不過在回程的時候 這雨勢 算是完整的打消了我這念頭 真的是給它下到天昏地暗的啦 幸好 當下立馬果斷回頭了 算了算 也接近半年沒有像這樣 來一場一日的行程了 雖然一開始在出門的時候 還會很焦慮的以為器材沒有待騎 但是騎完這一趟 還是讓我覺得 偶爾來一場近距離的一日行程 也可以讓自己真的有放鬆到 近期我想 我應該會去把這趟沒跑到的 藏心靈道 還有泰晶宮 給它補齊的 我應該會去把這趟沒跑到的 我應該會去把這趟沒跑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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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